前日连着豪雨造成南投仁安乡多处道路摊房落实 在万丰村头83线19公里到20公里道路摊房 目前已经派三台重机具抢修 另外从大同村头89线就里城零公里处 一直到翠华村的翠华路段 也是有多处道路摊房落实 南投仙府公务局也加强派员抢修 不过对于各部落的连外交通不会造成影响 强烈的鼓超台风虽然不会直扑台湾 不过可能带来的西南气流不可小觑 南投仁安乡公所防灾应变中心也加强执勤 做好了万全准备 如果说我们是这个中央气候局 他们所通报的气象状况 第一个我们会做预防性的撤离 就是针对危险地区的所有的村民 我们先做预防性的撤离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现在储备灾量也都已经补给充足了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所有的应用措施 大概都是已经准备妥当了 居住在山区的民众可要严防豪雨所带来的影响 尽量避免外出保障自身安全 就怎么这么麻药难投仁爱采访不到